太平洋艺术节是由SPC 也就是太平洋社区组织协会发想策划 希望让太平洋等岛国彼此间分享文化 台湾虽然并非SPC的会员国 但2004年 帛琉跟2008年 所罗门主办的太平洋艺术节 台湾都有派原住民族代表团参访 但只有2008年 所罗门举办的太平洋艺术节 台湾原住民族代表团 是以观察原身份参与 而非特别嘉宾 因此跟其他岛国的居民关系更为紧密 因为加入观察研之后 会让我们有很多的机会 跟别的国家的有互动关系 以后少了我们 他们会觉得很奇怪 所以他们会主动会邀我们来参与 所以我是觉得在未来 放眼未来 台湾的这个南向的这个政策 的确原住民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第十二届太平洋艺术节刚好正值震荡轮替 原民会副主委汪明辉认同争取成为 SPC的会员国想法 提到平日就必须要积极跟太平洋岛国之间 进行各项交流 在四年的这个艺术节能够进行参与以外 平常不要说每隔四年才来参与 我们平常就应该建立这种 跟南太平洋各个岛国之间的可能的 各种的联系 文化教育或者是像经济等等这些的一个 合作发展让他们更加熟悉我们 让他们觉得我们是这个成员 是可以接受的成员 那我相信到四年以后 这个经过这些努力的话 应该我们可以期待将来我们可以 正式的会员国身份来参与 前总统陈水扁时期提出南向政策 现任总统蔡英文则提出南境政策 第三次参加太平洋艺术节的 嘎根音乐团团长扫队认为 在南太平洋岛国派任多位无任所大使 除了可以建立族群关系 也是进入成为SPC会员国的其中一个选项 新政府的派驻原住民精英到各国做大使 语言能力也很好 艺术也相同 族群也相同 这是最好的直接的关系邦誼的建交建立 那未来我们才会 透过这样的外交的系统 来争取我们台湾成为 它的底下会员国的组织 成为一个会员国 过去我们的政府的南向政策 是应该要落实 那么太平洋的艺术节 那更是非常的很具体的一个平台 可以让透过这个参与 让我们的台湾的原住民族 以及我们国家能够参与 这个这样的一个太平洋的一个community 是台湾第一位原住民驻外使节 但因为当时外交部人士一动 才三个月就遭到撤换 但原住民族跟南岛民族 血脉文化相同 如何建立长期且稳固的太平洋岛国关系 需要台湾政府跟原住民族深思 记者以速岛秀关岛太平洋艺术节采访报导